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叫做许武的支线 妻子去世的早 只留下了一个独女月如 许武年过四十 没有再娶 为女儿买了一个贴身丫鬟春梅 长她三四岁 也算是个玩伴 许武为官轻正连结 与民秋毫无犯 判案公道 从不收取外人给的财物 在她任职期间 推翻了很多冤假错案 在当地颇有一些声望 可惜的是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天不知道从哪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点燃了粮仓 连月的干旱使得火势越烧欲望 等扑灭大火的时候 已经烧毁了千余十官梁 我们都知道 战争时期 粮氏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而五代十国恰好就处于各国纷争的时代 烧毁了官梁是大罪 按照南唐的律法 一时官梁价值一千五百枚铜钱 损毁官梁超过三百十就要杀头 幸而徐武在任的时候政绩斐然 这次又遇到了天灾 并非是人祸 上司纷纷替他求情 皇帝于怒未消 虽然免除了死刑 但是革除了他的官职 并要他暗价赔偿一千五百两银子 徐武两袖清风 靠着俸禄哪能积攒下来这么多银子 将全部家产变卖之后 也才看看凑了六百多两 朝廷逼迫他还款 徐武忧愤成吉 不久就病逝了 人死债未消 朝廷命令将月如和春梅关卖 卖的的钱就抵消债务 实在填补不上的费用就消除了 就这样 月如和春梅到了牙婆手里 官府批文 月如价值五十两 春梅价值三十两 县里有个商人 叫做王贵 早年间被人诬陷 在官府驱打成招 判处了死刑 本来早该成为刀下冤魂 幸而遇到了徐武 宠审冤案 将他解救了出来 出狱后王贵就外出经商 积累了不菲的财富 王贵经商归来后 听说了徐武已经去世 尸体还没有人收敛 立刻匹马带巷 置办棺果寿衣 买了一处坟地将徐武安葬了 又听说他的女儿被判官卖 二话不说找到了牙婆 出价八十两银子 将月如和春梅赎了回来 月如此时才不过十岁 春梅十四岁 两人都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内心坠坠不安 尤其是月如横遭变故 内心惊俱 一路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到家以后 王贵将妻子刘氏叫来 当着他的面嘱咐道 我曾经蒙冤入狱 如果不是徐武大人出手 恐怕我的坟头草已经齐腰身了 这是他的女儿月如小姐 见到小姐就如同见到了恩人 你安排人收拾出一间上好的厢房 好生将它们安顿下来 月如文言心中略定 赶忙上前说道 我家中惨遭天灾人祸 被官府判决官卖 本应该为奴为弊 承蒙恩人抬聚 此恩如同再造 我愿拜您为义父 说罢就准备下拜 刘氏膝下无儿无女 听到月如要做干女儿 心中也有些欢喜 可还没等她发话 王贵就赶紧让她扶住月如 不肯受礼 说道 我不过是老县令的子民 怎敢托大寿小姐的大礼 更别说是收您做一女了 请小姐安心在我家住下 不要怪我们怠慢之罪 就已经是我们的姓氏了 有时听到丈夫把自己说得这么卑微 心中开始不高兴了 不过毕竟曾受虚无的大恩 面上也没有表现出来 王贵吩咐全家上下都尊称月如为刘小姐 月如称两人为王公 王婆 安顿好月如之后 王贵再次出外经商去了 临行再三嘱咐妻子 不可怠慢了月如 刘氏不耐烦地应了下来 王贵出门以后 也没有忘记月如 但凡是买到好的腌制水粉 零螺绸缎 一股脑的全都给月如寄来 而且还专门写信告诉妻子是给月如的 回家之后 一定要先询问月如小姐的事情 真个是事无巨细 面面俱到 刘氏原本就不是个十分贤惠的女子 丈夫行为的偏颇更让她极为不满 日子长啊 刘氏就显露出本性 要拿捏月如一番 王贵在家的时候 还能装装样子 一旦王贵离开家 饭也不给吃饱 把春梅当作自家的杂意使唤 不叫她有片刻的空闲 可以照顾月如 又让月如做一些女工刺绣 拿来卖钱 倘若手脚慢一些 并要阴阳怪气地羞辱一番 春梅替月如感到委屈 想要趁王贵回来的时候 告一告刘氏的刁壮 月如将她劝住 我们本就是寄人篱下 王公对我们已经很好了 若是将事情说给她 惹得人家夫妻不合 岂不是辜负了王公的恩德了吗 春梅只能隐忍了下来 这天王贵中途回来 没有提前写信 正好见到春梅在外挑水 身形瘦削 脸也晒黑了不少 王贵上前询问 春梅 我不是只让你服侍月如小姐吗 这些挑水的粗活你怎么也来干 春梅见王贵问起 百般委屈涌上心头 张口要说的时候 又想起小姐的教会 只能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擦着眼泪回去了 王贵心中疑惑 悄悄跟了上去 却见春梅倒了水 又从厨房里拿出一碗白饭 上面灵星放着几片咸菜 送去给月如吃 王贵看得怒火中烧 转头回去找刘氏 此时刘氏也在吃饭 桌上摆着五碟四碗 鸡鸭鱼肉样样俱全 见到丈夫回来 欣喜地起来迎接 却不料迎来王贵一顿臭骂 我曾经说过 见到月如小姐就是见到了恩人 央你好生照顾着 可你在家吃着山珍海味 月如小姐的碗里却没有半点昏心 我方才还见到春梅外出打水 两人都黑瘦了不少 想必我不在家的时间 你连饭也不给他们吃饱了 这是什么道理 有事神色一致 争辩道 婚心都有 她自己不来娶 难道要老娘给她送过去吗 再说那是别人的丫头 你却嫩得上心 是不是想要她做小老婆 王贵气得手直发抖 说道 好好好 我跟你这不通情理的人 也说不上什么话了 往后他们俩的伙食 我自出一份钱 不用从你牙缝里扣了 刘氏见丈夫动了真火 哼唧了两声 不再说话了 王贵专门安排管家 每天做两份饭菜 一份给刘氏 一份送给月如和春梅 两人才终于又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因为担心自己走后 刘氏又要为难他们 王贵暂时停了外面的生意 在家里待了足足一年有余 在此期间 刘氏也似乎诚心悔过 从不找两人的麻烦 这也是月如 在王家待的第五个年头了 眼瞅着月如已经成年 王贵心中才欢喜起来 暗地里要求媒婆 替月如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 准备给月如做一桩好亲事 因为知道老婆不贤惠 所以也没跟她商量 王贵的要求很高 怕南方的出身不好 辱没了许武的名声 要找个稍微显贵一些的家庭 又不肯要曾经被关卖的月如 一来二去之下 亲事也没谈成 时间一天天流逝 王贵也不得不为生意的事情奔波了 临走前叮嘱了柳氏十多次 我走了以后 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月如小姐 不要怠慢了她 若是还像之前那样 等我回来 咱们就好聚好散吧 刘氏这一年被逼着静顺月如 心里早就积攒了一肚子窝囊气 此时听到丈夫的话 更是火上浇油 等她离开以后 立刻叫来管家 停了另外一份肉菜前 丫鬟要给月如送饭 刘氏一巴掌就打了过去 尖闭 谁是你的主母 你不晓得吗 这家里除了老娘之外 你一个人也不准服侍 他们自己有手有脚 什么活儿不能干 白吃白喝就算了 还要让我的丫鬟服侍 真是反了天了 刘氏的嗓门极大 又是故意说给月如听的 故而月如听的是一清二楚 她尚且能够忍辱 春梅却受不住这般刁难 走出门来说道 我两间可以担水 两手可以做饭 下次我自己来救世了 以后不用麻烦厨下的姐姐们了 刘氏正要借题发挥 文言火冒三丈 你才挑过几桶水 就敢在家主面前搬弄我的是非 连累我受了这么久的气 你说你能干 那行 以后家里所有的水都要你来挑 所有的饭都要你来做 你要是有气 尽可以等你那个知心知意的家长回来以后 哭哭啼啼地跟她告状 老娘也不怕她羞了我 听到外面火气越来欲望 月如也坐不住了 赶紧出来道歉 春梅也低声说道 王婆息怒 是我做下人的不对了 请您看在小姐的面上 原谅我这一次吧 刘氏横眉倒数 小姐 哪有什么小姐 我是个平头百姓 不知道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若真是个小姐 怎么还要到我家来白吃白住 你少拿小姐的名号来压我 再说你们两人都是我家出钱买来的 少不得要叫我个主母 王婆也是你们叫的 月如面皮薄 被羞辱了一通 骚得满脸通红 眼中含泪 只能转身回房间去了 刘氏发了话 家中所有人不准再称小姐 一律叫她月如 也不准春梅进房中伺候 专门在厨下挑水做饭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月如见迟迟没有来送饭 只能自己来厨下找 刘氏逮住机会 命人将月如的房间锁了 里面王贵寄来的所有绫罗绸缎 腌制水粉 金银首饰全部进了自己的香楼 等月如要回去休息的时候 才发现进不去了 这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蹲在房门前默默流泪 黯然神伤 最终还是春梅将她叫来自己的房间 两人挤在一起 月如刚一躺下 有事就叫她起来 不是端茶就是送水 完全当成了下人一样指使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月如也只能忍辱寒悲 低头顺服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王贵又寄回来很多礼物给月如 同时还要一封书信 说自己过几天就要回来 吩咐刘氏好生照顾月如 刘氏这才如梦方行 想到丈夫临行前 说要是慢带了月如 就把自己修了 不禁有些后怕 左思又想之下 终于想出一条好计策 不如趁她回来之间 将月如找个人家卖出去 带她回来之后 等多跟自己闹上一场 总不可能再把她赎回来 打定主意以后 刘氏不禁为自己的睿智暗暗叫绝 立刻找来牙迫商议 六年前 我家从你那儿买来两个丫头 现在六年过去了 大的太大 小的太小 都不中用 我准备再卖出去 你尽快帮我找个买家 牙婆想了想说道 年纪小的到底却有个去处 心上人的县令中米老爷 要嫁女儿瑞芝 正好缺了个陪嫁的丫头 托我办这件事 我正愁着没出找呢 你要是舍得 我就去说和说和 刘氏多问了几句 钟离县令有个姓高的至交好友 现任德安县县令 高县令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高登18岁 二儿子高科16岁 两家儿女早有婚约 这次瑞芝要嫁的就是 高县令的大儿子高登 刘氏心中安息 这次将远如安排得这么远 又是县令家的陪嫁丫头 就是王贵回来了 也不敢去熟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又说 大丫头今年也二十岁了 女大不中流 索性你在寿雷找个人家 一并卖了算了 牙婆说 我有一个外甥 年过三十了还没成亲 我正要帮他说一门亲事 因为手头不宽裕才耽搁了下来 你要是诚心卖 晓得我去跟县令说 五十两银子没问题 大的就卖我个情面 少收十两吧 刘氏远不指望挣钱 只想赶快把这两个瘟神打发出门 说道 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你今晚能办好吗 牙婆摇了摇头 我还要先去县令府上说和 今晚肯定是不成了 明天早上就来给你回话 好 刘氏满意地说道 明天早上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牙婆离开以后 就找钟离县令说了 钟离县令是顶替徐武的圈 并不知道月如的身份 同意将他买下作为陪价丫环 交给了牙婆五十两银子 牙婆回家找到外甥 说起提亲的事情 两家拼凑起二十两 第二天一早 将七十两银子交给了刘氏 钟离县令派了两个牙役 抬来小轿子 牙婆的外甥王虎 也雇来了一顶小轿子 月如和春美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抱在一起埋头痛哭 不愿意分离 刘氏叫人强行将月如 塞进轿子里 说道 你这次是去做官府家的陪价 不比在我家做丫鬟强百倍吗 安排好月如 牙役抬着轿子走了 刘氏又叫人将春美塞进轿子里 说道 我如今替你寻了好亲事 一夫配一亲 比月如的安排还要好了 春美也没有反抗的余定 被轿子抬走了 却说月如进了县衙 见了县令夫人和小姐 夫人问她名字 月如据实回答 夫人很是满意 也不让改名字了 直接打发去此后小姐了 第二天 夫人吩咐月如打扫后衙 月如看着熟悉的布局 布局正正出神 驾逢中离县令下堂 看见月如拿着扫帚发呆 眼里还不断涌出泪水 不觉嘖嘖称怪 喊她过来询问缘故 月如起初不肯说 在中离县令再三追问之下 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中离县令听完 顿时有种吐死湖杯之感 说道 徐县令的事情我也清楚 我跟他一样是个县令 只是她不幸遇到了天灾 亲生女儿就沦落成奴 我若是不知道也就罢了 既然老天让你到了我的县衙 我若不帮你 以后如何面对同僚 中离县令说完 就叫来了夫人 将事情跟她说了 夫人听完也很感伤 月如既然是前任县令的女儿 就不能当作婢女了 只是女儿婚期将近 这可如何是好 中离县令想了一会儿 当即提笔 将这件事告诉了 亲家公高县令 说自己遇到了前任县令的女儿 不能不帮她先安排好亲事 请求将高登和瑞芝的婚事 就暂且放一放 高县令接到信以后 被中离县令的高义所折服 回了一封信说既然都是同僚 这件事不能让中离县令专门于前 自己的二儿子尚未婚娶 正好是月如的良配 也不要找什么陪嫁丫鬟了 直接一起送来成亲算了 中离县令拍手叫绝 与夫人商量好 将嫁妆增添了一些 然后一分为二 不分后搏 到了成亲的日子 安排了两座花轿和仪仗队 吹吹打打送去高县令那里成亲去了 三天后 中离县令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一个人 身着县令的官府 拱手说道 我乃是月如的父亲徐武 死后上帝查我清廉 授予我本地成皇的职位 敢蒙您高义 就我爱女处火海 又为她选择良配 我已经将您的这份恩德 上禀于天庭 您本来今生没有儿子 上帝因为您做了善事 所以特赐给您一个儿子 您可以置身高位 安小晚年了 高县令跟您一样也获得赏赐 她的两个儿子将享受高官厚禄 希望您可以将这件事传给世人 教化他们不要凌若报寡 损人利己 否则天道昭昭 并有报偿 中离县令醒来以后 暗暗称奇 写信把事情告诉了高县令 又带着夫人去城皇庙中敬拜 出资百余两将其重新修闪 不久之后 年过四十的夫人怀孕生子 取名为天赐 后来中离县令归顺了宋朝 官至龙图阁大学士 天赐也考中了大宋状元 高登高科两人也在宋朝作官 官至亲载 这时候化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王贵回家之后 得知月如和春美都被刘氏卖了 顾不上跟他争吵 一溜烟跑去了县衙 敲响了明冤谷 将事情告诉了中离县令 并想出一百两银子将月如赎回来 中离县令告诉他 自己已经为月如找了好夫家 因为感念他的人意 赏赐给了他丰厚的财物 王贵没有接受 又找到王虎 承诺出三十两银子将春美赎回来 送还给月如 王虎与春美两个夫妻恩爱 不愿意分离 想要一起去德安县投办月如 王贵于是亲自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带着两人去了德安县 找到高县令汇报了此事 高县令也为王贵的忠义所折服 想留他在县衙里当差 被王贵婉拒了 回家之后 王贵跑去许武坟前祭拜了一番 回家以后重新娶了一房妻子 生下了一二一女 生活也很是幸福 至于刘氏 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